据新华社6月10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9日抵达英国,开始他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出访。 舆论普遍认为拜登此访旨在修复过去4年严重受损的美欧关系。 不过,鉴于大西洋两岸间尴尬事与麻烦事不断,要重建互信,破茧重源并非一事。 拜登表示,他此情将清楚表明欧洲与美国关系紧密。 然而,最近爆出的监听闻丑闻却给这次访问增添了几分尴尬。 据丹麦媒体披露,美国此前曾在丹麦情报机构协助下监听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一些欧洲政要。 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随后纷纷表示此举不可接受,要求美方解释。 德国柏林日报指出,这一事件给欧洲国家当头一棒,也给拜登的欧洲之行蒙上阴影。 拜登政府上台后,一直强调盟友的重要性,重申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并在多领域向欧洲伸出橄榄枝,试图改善陷入低谷的美欧关系。 尽管拜登着力宣扬美国回归,但欧洲国家领导人无法确定美国前进的方向。 他们正密切关注美国国内激烈的政治争论,并注意到特朗普对美国共和党的控制没有减弱。 除信任危机外,美欧间在经贸和大国关系等方面也存在实质性分歧。 过去几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欧盟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加征钢缕关税,而欧洲国家则对一些美国科技巨头征收数字服务税。 双方为此争端不断,据一些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欧盟领导人希望在下周与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会晤中结束贸易争端,包括航空补贴争端,美国加征的钢缕关税,及欧盟对此的反制措施等。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试图拉拢盟友共同打压俄罗斯与中国等国家,但在欧洲并未引发共鸣。 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办方9日发布的年度安全报告称,眼下全球在抗击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军备控制等议题上,需要多边合作。 西方国家与俄中等国在竞争中不能摒弃合作,合作中不能摒弃竞争。 一名欧盟资深外交官对媒体表示,现实就是我们与美国不是百分百团结。 此外,拜登出访当天威胁,如果俄罗斯做出伤害性举动,将面临强有力回应。 多家媒体报道,拜登与欧洲领导人会晤时,将讨论多个与俄罗斯有关的话题, 包括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 报道说,拜登拟调整特朗普执政时美国的对外政策,重塑且强化与盟友关系,重新调整与俄罗斯的关系。